加的一件事情或者看是不是有心难 第二个意思 您看后面加的是一个动词或者某一件事情 那这个短语 这就是一个短语 短语它的意思就表示 靠靠近这一件事情的时间 主要是时间的问题 第二个意思 时间 比如第一个句子 我您离开北京的时候买的 我买了一样东西对不对 这句话说的是 那它要表达的就是这个东西 是我在我快要离开北京的时候买的 那个时间 靠近我要离开北京的时候 比如我是4月14号 今天是4月14号 比如我是4月13号离开北京的 看看 嗯不是有心 那么这个东西应该就是我12号或者11号买的 然后有一个比较难的就是这里有那天 如果句子里面有那天或者这天那天一天 如果有这种词语那它就只能表示几点 就比如早上8点9点 就只能表示一天里面的时间 这个有点难理解 加上您主要记一下好吗 还有就是来临 来临它本身就是一个动词 本身就是一个动词 是您的特殊用法 来临就表示某一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马上就要到了一个时间 来临前面是加一个时间名词 来临前面的这个名词必须是表示时间的 比如第三句话 秋天来临了 树叶都落下来了 秋天来临了 就表示秋天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还可以说冬天来临了 春天来临了 夏天来临了都可以 然后您的练习 就先不说了 还讲了悄悄 悄悄就没有声音不让别人知道 可以说悄悄走 悄悄说话 悄悄后面也是加动词 悄悄和偷偷的对比 我们上节课也讲了 悄悄主要是这样 声音很小 悄悄主要要表达的是 不让别人知道 看这个例子 爸爸悄悄把我拉到旁边说话 他的意思就是 爸爸和我在旁边说话的声音很小 我们说话的声音小 所以就可能没有别人知道 悄悄表示不让别人知道这个意思是因为声音小 是因为声音小所以才会有 不让别人知道这个结果 偷偷呢 他是故意的 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比如说他谁也没有告诉 偷偷出去玩了 偷偷出去玩 他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所以谁也没有告诉 这是悄悄和偷偷的区别 然后我们这几个课要开始讲新的内容 开始讲之前我们 来看一下大家做的作业吧 老师中午看了一遍作业 那个时候嘉玲和洪翔 但还没有交 所以老师没有看到 我们现在一起来讲 永兴 永兴已经来了 不好意思 没看到 这个阅读题 一共有四个 第二个和第三个是有一点难的 我们现在就来简单看一下 大家基本都能做对的 其他几个题 这个大小大家可以看清楚吧 要不要再放大一点 最大 看第一个题 一段时间以后 一段时间以后 我和妻子 这个题要 我们要做的是选说 我们要选和这一段话 内容一样的选项 看这第一段 他说的是 我和妻子要准备去外地打工 新房只能上锁 空着 上锁 就是锁上 对不对 我们学过这个字 临走那天 父亲从老家赶来送我们 父亲悄悄把我拉到一边 说你妈说了 你还是留一串新房的钥匙 给我们钥匙 这个字写错了 不好意思 这应该是钥匙 是这两个字 钥匙 写这里吧 钥匙的意思就是 如果 钥匙 我们一般都是在口语里面说这两个字 它的意思和如果是一样的 钥匙 这里应该是这两个字 钥匙 我和你妈什么时候想来了 就来住上几天 顺便给你们晒晒被子 打扫打扫 卫生 顺便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顺便 它的反义词是 专门 专门的意思就是 你 今天 如果要 现在是 五点钟 要上课 对不对 五点钟上课 你今天就 如果有人 五点约你出去玩 你就不能去 有人约你出去逛街 你也不能去 你就 专门把这个时间用来上课 就是特地 顺便呢 就是 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还可以 还可以再做另外一个 然后我把这件事情做了 就叫顺便 举个例子吧 嗯 举例子 现在老师在 如果 如果 比如说 老师 今天去超市 买水果了 老师的 妈妈 也想吃 水果 那老师 去买水果的时候 就 顺便 给妈妈 也买了一点水果 顺便 就是这个意思 那专门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再举个例子 老师 这两天 不想吃水果 但是 老师的妈妈 想吃水果 老师就 专门 去超市 给妈妈 买了一点水果 专门 就是这样用的 顺便 和专门的意思 是相反 所以这句话 你们看这句话 这句话 是父亲说的 他说 你妈说了 也是刘一串 新房钥匙给我们 我和你妈 什么时候想来了 就来住上几天 顺便给你们 晒晒被子 看好了 顺便 就说明 父亲 和母亲 他们来 他们来新房 是 首先是想要来 住几天 住几天的同时 可以 给他们再 晒一晒被子 所以他们就不是 专门来晒被子的 是来住 然后顺便晒被子 打扫 卫生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选项 第一个 我和妻子 准备回老家 这个选项 好像大家都没有选 老师记得你们的答案 这肯定是错的 对不对 因为第一句话 就说了 我和妻子 准备去外地打工 然后看第二个 父亲要求我 把钥匙 留给他 要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ask to do 所以要求后面 一般也是加的动词 要求就这个意思 那这里面说了吗 看父亲说的话 父亲说了这一句话 他说 你还是留一串 新房的钥匙 给我们 这句话 和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父亲说 把新房的钥匙 给他们 这就是在要求我们 给他钥匙 所以B是对的 这个第一题 选B 来看一下C呢 我们去外地时 留父母在新房 看家 看家是什么意思呀 看这个字 这里的读音 要念看哦 不是 就不是看了 看家的意思 就是 父亲和母亲 每天都在新房里面 哪里都不去 就 只在新房里面 看守 守着新房 看家就这个意思 但是父亲 母亲是这样吗 不是 对不对 因为父亲说的 我和你妈 什么时候 想来了 就来住上几天 他们想来的时候 才来住几天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不是在新房 看家的 C也不对 看第四个 父亲打 父母打算 每天 来给我们打扫 卫生 每天 对不对啊 刚刚这句话 也讲了 他不是每天 来打扫卫生 是 来住上几天的时候 顺便 晒被子 打扫卫生 这句话 这第一个题 他主要的内容 我们要看这一句话 就是父亲说的这一句话 第一题选B 大家知道第一题 为什么选B了吗 如果有选其他答案的同学 如果有哪里不懂的 可以说 现在 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题和第三个题 大家错的比较多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 第一个我们是先看的句子 第二个我们先来看一下选项 第一个说张英不是北京人 他不是北京人 第二个说张英的女儿 一直想当歌手 歌手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singer 歌就是song 唱歌的歌 第三个 张英的女儿在音乐学院学习 意思是张英的女儿学的是音乐 对不对 第四个 张英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这样做是哪样做呢 我们待会看一下 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所以第四个要打个问号 对不对 他的意思是 来看句子 张英来自黑龙江 来自黑龙江 来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from 他来自黑龙江 那说明他是黑龙江人 对不对 黑龙江 是中国的一个省 老师之前讲过 中国有36个省 对不对 他就是黑龙江省的 北京是首都 所以他不属于任何省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那A肯定就是对的了 这样说 他是黑龙江人 所以肯定不是北京人啊 那A就对了 我们已经知道 选A 陪女儿读书 看一下这句话 她的女儿考上了音乐学院的副中 副中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中学 是一个音乐学院的中学 但他主要是中学 但他主要还是中学 这个副中有点难 副中 大家就记住 副中 他是跟在一个大学后面的中学 他是一所中学 但是他是属于一个大学管的 大家记住 他是中学 副中 那我们来看C C说的是他女儿已经在音乐学院学习了 C肯定不对 对不对 因为是在音乐学院的副中 他女儿不是在音乐学院 大家就算不知道副中是什么意思 也可以根据 这个长得一不一样来看 因为音乐学院和音乐学院副中 不是一个地方 我们接着看 每天照顾女儿的生活 督促她学习 张英觉得这样很值得 看最后一句话 张英觉得 这样很值得 很值得什么意思 值得就是 worth worth 他这样觉得这样做很值得 那 是不是应该的呢 那就是应该的 对不对 他不是不知道应不应该 他知道这样很应该 所以才会说 很值得 那B也是错的 我们看 B错在哪里 说张英的女儿一直想当歌手 这题目里面 没有说到这样的话 是不是呀 他的女儿想当什么 这几句话里面 里面 都没有这样的内容 只是他女儿考上了音乐学院的副中 但并没有说他女儿想当歌手 所以二题选 所以二题选A 这个题大家错比较多 大家听懂了吗 这个题我记得大家好像有选B的 有选C的 B大家记住 这题目里面没有说 没有说这件事 你懂吗 没有说 C 她的女儿没有在音乐学院学习 是在音乐学院的副中 大家记住 副中是 就是副属于大学的中学 副中 大家以后见到这两个字 就要知道它是一所中学 在这里读书的学生 和大家一样都是高中生 所以张英文女儿是一个高中生哦 和大家是一样的高中生 大家以后看见副中 就要知道这一件事 它是中学 好 这是第二题 我们来看第三个 看不到 我们还是来 先看选项吧 A说的是 老规矩就是轮流 在两家过年 这老规矩 B呢 说的是 男士都去女士家里过年 C说的是 女方的父母 只能自己过除夕 B呢 说 习惯改变的原因 是独生子女 子女多 原因 reason 应该知道吧 大家 reason 然后这个题里面 讲到了过年 和除夕 大家不知道 可能不知道啊 这是中国的 最大的节日 叫春节 这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节日 过春节的时候 中国所有的人都要回自己的家 和家人一起过这个节日 所有的学校和公司也都会放假 就是春节 就是春节过年和除夕都是春节 然后我们来看题目 以前 夫妻俩 没有这个字 在 是在 南方父母家过年 是老规矩 哎 看这个老规矩 A里面是不是有啊 A里面说老规矩是轮流在两家过年 轮流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 我们现在有三个同学对不对 嘉玲 永兴 红祥 每次老师 让大家 说话的时候 先让嘉玲说 嘉玲说完了 永兴说 永兴说完 红祥说 红祥说完 又永 又嘉玲说 这个顺序就叫轮流 就所有人一个一个来轮流 那是不是轮流在两家过年呢 他说的是 夫妻俩在南方父母过家 父母家过年 是老规矩 那A就错了 对不对 如果是轮流的话 就应该是 今年在南方过年 南方的父母家过年 那明年就应该去 女方的家里过年 对不对 但他说的是 夫妻俩只在南方父母家过年 是老规矩 那A就错了 我们接着看 但现在不少男士 不少男士开始跟妻子 去丈母娘家过年了 丈母娘 大家知道吗 就是妻子的妈妈 妻子的妈妈 那丈夫就应该叫他 丈母娘 这是口语里面 经常用到的称呼 就是男士 男孩子 要叫自己的老婆 自己的妻子的妈妈 叫丈母娘 说现在不少男士 开始和妻子 去丈母娘家过年了 因为现在独生子女多 如果按照旧传统 每年除夕 女方的父母都只能自己过 太孤单了 看这句话 因为现在独生子女多 独生子女 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一个家里面 父母 爸爸妈妈 只生了一个孩子 家里只有一个孩子 他没有姐姐 没有哥哥 没有弟弟 也没有妹妹 只有他一个人 那他就是独生子女 明白了吗 比如老师 老师的爸爸妈妈 只生了我一个人 我没有兄弟姐妹 老师也是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就是这个意思哦 因为现在独生子女多 所以 看这句话 为什么说因为啊 因为是because 说不少男士 开始和妻子 去丈母娘家里过年 因为现在独生子女多 如果是按照以前的旧传统 传统就是tradition tradition 就是按照以前的方式 来的话应该怎么做 每年熟悉女方的 熟悉春节 刚刚讲过 女方的父母 都只能自己 在家里过 太孤单了 孤单就lonely 孤单 按照旧传统 他们只能自己过 看就是旧传统 那说明现在 他们已经不是这样了 对不对 因为现在 因为现在有男士和妻子 去丈母娘家过年 丈母娘家老师刚刚说了 丈母娘就是女方的妈妈 那他们一起去他们家过年 那女方父母 现在还孤不孤单呢 现在就不孤单了 对不对 所以一般来说 现在年轻的夫妻会选择 选择轮着来 轮着来和刚刚老师讲的轮流 是一个意思 轮着来和轮流 一般来说现在 这也讲是现在的事情 今年在我家过 明年就在你家过 这个话 这个几个句子的意思 大家都理解了吗 然后我们来开始看选项 老规矩是轮流在两家过年 错了对不对 刚刚讲了 老规矩是在男方的父母家过年 看第二个 现在男士们都去女方家过年 对吗 刚刚讲了 不少男士去丈母娘家过年 但这里说了什么 都去 都 什么意思呀 所有的男士们都去女方家过年 是这样吗 不是对不对 这里说是不少 不少 少大家知道吧 数量很少 那不少呢 就是多 那多和全部 一不一样吗 不一样对不对 这不一样 不少和全部 都去就是全部的意思 但是不少和多 肯定不等于全部 所以B也是错的 这个题好像也有同学选B 注意理解一下这个都哦 都就是全部 和这句话的意思不一样 我们来看第三个C 女方的父母只能自己过除夕 他只说了女方父母自己过除夕 但是他没有说是过去还是现在 对不对 我们这个题目里面说了以前和现在两种情况 如果是以前的话 那女方的父母就只能自己过除夕 就是对的 如果是现在 那他就是错的 但C里面没有说是以前和现在 我们就不能判断 他也不能算是对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D 习惯改变的原因是独生子女多 原因刚刚老师说了是reason的意思 习惯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里有没有说呢 因为原因是reason 因为是because 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们两个联系起来 他说因为现在独生子女多 不少男士开始跟妻子去丈母娘家过年 和D的意思是一样的 对不对 改变的原因是独生子女多 题目也说了独生子女多 所以这个题应该选D 第三题 大家错的也比较多 选C的好像比较多 这里 但是C有一个时间限制的问题 C什么时间都没有说 但是我们题目里面说了两种情况 从这里分开 一个是以前 一个是现在 以前在父母家过年 那女方的父母就自己过很孤单 但如果是现在 就不是了 现在他们都去丈母娘家过年 他们就不孤单了 对不对 第三个题 选D 看一下第四个 第四个很简单 大家好像都做对了 我们就简单看一下吧 A说的是母女关系是最完美的 完美是perfect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母女关系 完不完美呢 母女就是母亲和女儿 他们的关系 B说小婶和母亲情同姐妹 情之感情 同一样 说小婶和母亲的感情就像姐妹之间的感情一样 看一下B 小婶和母亲有时会吵架 有的时候会吵架 B呢 母亲希望小婶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小婶做事情只靠她自己 自己可以做好全部的事情 这就叫小婶很独立 自主呢 就是小婶要去做事情 靠自己来决定 Decide 这就叫自主 我们看小婶是不是独立自主呢 对于很多女人来说 母女间的关系 是她们一生中最深切 最紧密的关系 但这种关系往往并不一定是完美的 A 并不一定是完美的 A说是最完美的 A错了对不对 27岁的小婶和母亲的关系 十分复杂 在外人眼中 她们亲密无间 但在她自己看来 却不是这样 外人 就其他的人 认为她们亲密无间 亲密无间的意思就是 她们的关系很完美 就是这种 外人看起来 她们是亲密无间的 但小婶自己看来 却不是这样哦 亲密无间和情同姐妹 是敬意词 约等于可以说 看B 那这里就错了 因为小婶自己 并不觉得是这样 她说自己和母亲的矛盾 很明显 每次她想独立自主的 做一些事实 她们就会吵起来 说她想独立自主的 做一些事情 她们就会吵起来 吵起来就是吵架 看来她们会吵架 对不对 和C就对了 小婶和母亲 有时候会吵架 那D呢 说母亲希望小婶 独立自主 但是 题目说的是 小婶想要独立自主的时候 就会和母亲吵架 那说明母亲是 不希望小婶独立自主的 对不对 所以D也错了 所以第四题选的是 C 这个大家都是对的 很好 大家这次作业完成的 还是都不错 因为就一和四 是大家应该可能比较理解的 二和三 有两个选项 很难 一个是负中 大家不知道 还有一个是 这个时间没有说清楚 所以大家可能就不确定 以后看的时候 大家在想问题 再全面一点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作业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要学的东西 第一个是被子 被子是一个名词 就是这个子 是轻声 它没有声调哦 是被子 这个读 被子 刚刚题目里面也出现过 被子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大的 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 盖在身上的东西 被子 那学被子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个词语叫 枕头 被子和枕头 子和头 都是轻声哦 这是被子 这是枕头 枕头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头 头要靠的东西 就是枕头 这些就是枕头 这也是枕头 这是被子 这也是被子 就很简单 被子和枕头 两个词 他们要怎么用呢 看 被子 它的动词 是盖 枕头 它的动词 就是枕 我们要说一句话 就是 要说我们睡觉的时候 要用动词 对不对 被子就是盖 盖在身上的 就是被子 盖被子 枕头呢 我们是用头枕的 就叫枕枕头 这两个是动词 这两个词语 比较说 就是两个 动作了 比如说看他们俩 这个小狗 它现在 就是枕着枕头 盖着被子 在睡觉 大家要知道 被子 是盖 在身上的 盖 用的是盖 枕头 是我们 枕在 头下面的 用的动词 是枕 它 这个钢铁侠 它枕 也是这样的 枕着枕头 睡觉 盖着被子 睡觉 这两个句子 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睡觉的时候 记得盖好被子 不然会感冒 感冒就生病 着凉就会感冒 盖好被子 记得盖好被子 不然会感冒 盖好 盖被子的中间 可以加形容词 盖好 或者说 没盖好 看第二个 小孩子睡觉 不应该枕太高的枕头 这句话里面 不应该枕太高的枕头 也是枕 是动词 对不对 然后这里枕头名词 它们中间是形容词 太高的 形容词 做定语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 这个结构 在汉语里面 就是这样的 所以枕枕头 它们的中间 也可以加起 它的词语 但一般枕头 就是高或者低 比如看这个小狗 它枕的枕头 就很高 对不对 我们形容枕头 是用高 来形容的 高枕头 或者矮枕头 但矮我们一般都说的很少 一般都是用高来说 枕头是用高来形容 被子呢 就是用厚 或者薄 看这个小狗 盖的被子 就很薄 它盖的被子 就很厚 就一般被子 要用到两个形容词 是厚和脖 枕头 要用到一般是高 小孩子 因为小孩子的脖子很短 所以他睡觉的时候 不应该 不应该 枕太高的枕头 应该还是比较好理解 这就是被子和枕头 然后看一个晒 晒在刚刚的第一题里面 都出现了 晒晒被子 晒是一个动作 我们洗完衣服 一般要把衣服 放到阳光下面去 这个时候 它 我们这个动作就叫做 晒衣服 这个晒衣服 晒 和看旁边有一个日 看到没有大家 它就是和太阳相关的 只会出现在 和太阳相关的情况下 就叫晒 晒 就是它是卷舌 晒 这个小女孩 记住哦 现在老师说 待会老师让大家来说一下图片 这个图片要怎么说呢 小女孩在晒衣服 这里有很大的太阳 看到没有 她把衣服挂在外面 就是在晒衣服 要把衣服 要把衣服晒干 晒这个动作 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让衣服里面的水 没有 衣服里面的水没有了 那衣服就干了 对不对 所以晒 所以晒 它的结果通常都是晒干 干就是拽 干走 因为衣服里面有很多水分 所以才需要晒太阳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图片 我们说就是小女孩正在晒衣服 再看这个图片 看这里有影子 说明这里也是有太阳的 她们晒的是 这个大家不知道见过没有 是麦子 小麦 是一种食物 食物 所以它叫粮食 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晒粮食 这个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就是叔叔和阿姨在晒粮食 粮食就是我们每一顿饭吃的东西 就叫粮食 小麦当然也是一种粮食了 晒很简单 也可以说晒被子 我们刚刚才讲了被子是盖在身上的 对不对 它也会湿 所以也可以晒被子 还有就是晒太阳 晒太阳大家注意了哦 就不是把一个东西来晒 晒就是我们 我们可以晒太阳 比如举个例子 老师这里下雨下了三天 今天终于有太阳出来了 所以老师就去外面晒太阳了 老师就去晒太阳了 这个时候是老师在太阳下面晒 所以可以说晒太阳 它一般这个晒太阳 前面都是人 前面都是人 人在晒太阳 记住晒太阳和其他的不一样哦 这些 这些 这些都是被动 都是被太阳晒 但是这个晒太阳呢 就是太阳在晒人 看他们现在也在太阳下面 他们也在晒太阳 来看一下 这些图片 请你们来说一说吧 嗯 永兴 你来跟老师讲一下 这个图片里面的人在做什么呀 你用一句话说完 是谁在做什么呢 呃 外公和外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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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米 嗯 在 是 是 玉米 他们的读音是写在这里吧 就是玉 玉米 是玉哦 永兴你读一下玉米 写错了 永兴你再读一下这个 拼 玉米 嗯 嗯 是玉米 好 说得很好 永兴外公和外婆 在晒玉米 看这里有很多玉米挂在这里 还放在地上 在 这些玉米 晒太阳 就叫做晒玉米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 请洪翔说一下 好不好 第二个图片 爸爸和妈妈在晒被子 嗯 很好 爸爸妈妈在晒被子 说得很好 那第三个图片 嗯 嘉玲 请你说一下吧 是什么 老师 照片吗 你说这个图片里面 晒的是什么 老师都说出来了 晒的是照片 你应该怎么说呢 没有人啊 没有人 嘉玲想一下 要怎么说这个句子 嗯 照片 正在 干燥 照片正在什么 嘉玲 干燥 干燥 你说的是这个字吗 是 嗯 嗯 很好 嘉玲 是把照片当作主意来说 对不对 看 老师刚刚说 晒太阳 它的前面一般是人 但是有一个句子太难了 大家可能说不出来正常 我们可以说 照片正在晒太阳 这是一种拟人的手法 就是把照片 当作人 来说这是一种修词 大家不知道 老师提一下就行了 是一种写作的时候 用了修词手法 我们可以说 照片正在晒太阳 但如果不用这个呢 嘉玲说的是 照片正在干燥 对不对 干燥是一个形容词 照片是一个名词 照片正在干燥 前面可以加一个变干燥 就很对了 因为它们在太阳下面晒 晒在太阳下面 所以它们正在变干燥 那如果要用晒这个字 用进来呢 我们就可以说 照片被晒在太阳下面 用被字句 被字句大家学过的 我应该是 现在HSK5级了 照片被晒在太阳下面 用被字 这个也可以说 被子被爸爸和妈妈晒在太阳下面 这可以说 玉米被外公外婆晒在太阳下面 被晒 因为有被 就说明它们是 这个动作 承受的一个方面 那做的这个动作的呢 就是爸爸和妈妈 只有被做的东西 才可以用被 这就是被字句 所以这个图片 我们可以说 照片被晒在太阳下面 嘉宁刚刚说的 照片正在变干燥也很好 用到的是干燥这个形容词 非常好 嘉宁 好的 来看一下 第一句 大家一人读一个吧 从永新开始 第一个 太阳会中在土里 只要都可以 它 什么的事我不认识 胶 胶 胶水 都可以 它 晒晒 太阳 很快 它就会 快化了 很好 永新 你知道这个胶水 是什么意思吗 什么楼 你知道这个胶水 是什么意思吗 它的意思 我不知道楼 是 那你可以猜一下 把一个花种在土里面 多给它浇水 多给它晒太阳 它就开花了 你猜一下浇水 是什么意思 猜 我明白了 你猜出来是什么意思了吗 是什么意思呢 呃 是 pull 对对对 很好 就是pull 比如看 比如这是一个水壶 这里有一朵花 老师这个动作 把水 倒到它上面 就是浇水 这个动作 浇水 浇是一个动词 就是把水 倒到花上面去 这个动作就叫浇水 因为我们把花 种在土里面了 它要晒太阳 要浇水 所以才会开花 好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 红翔 请你读一读吧 哦 是穿的 什么呢 呃 是穿的 呃 �� tire 阴天很多 所以只要一穿太阳 大家就会把杯子和衣服拿到太阳下面 刚刚学的新词语 念什么呢 晒一晒 嗯 是晒一晒 卷舌晒 晒一晒 是晒 不是晒 好的 洪翔读得也很好 这个阴天 洪翔知道阴天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来洪翔你也来猜一猜 刚刚永兴猜了胶水 你来猜一下阴天 说阴天很多 所以一出太阳 大家就去晒被子和衣服 那说明阴天的时候 有太阳吗 洪翔你来猜一下 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 所以音频什么意思呢 来给老师讲一下 洪翔 你猜出来的是什么意思 音频 音频的时候 有没有太阳 你猜出来的 洪翔 没有 嗯 对 音频的时候没有太阳 你可以这样记 看它 这里是不是有个月呀 音 是一个耳朵 加一个月 那有月 月就是月亮的月嘛 有月那肯定就没有太阳了 对不对 因为太阳 阳它旁边是一个日 这个日 就是太阳的意思 月是月亮的意思 所以阴天的时候 就是没有太阳的天气 阴天它是一种天气 weather 阴天这个天气 就没有太阳 没有太阳 阴天 那看这个句子 四川的阴天很多 所以只要一出太阳 大家就会把被子 衣服拿到太阳上面 晒一晒 看这个晒一晒 中间加的是一 就表示这个动作 动作很短 很小 但是这里是表示一个雨气 因为晒一般 太阳出来 我们就会晒一天 所以这个动作并不短 这里是表示一种雨气 晒一晒 这里的一 是这个 也没有声调 是轻声 晒一晒 晒一晒 这里的晒一晒呢 后面这个晒 是 这个也没有声调 叫晒一晒 第一个是晒 这个是晒 晒一晒 就是轻声 这个音也是轻声 来看第三个 请嘉玲 农民们 丰收之后 都会 在天气候的时候 把所有 颜色 拿出来 晒一看水分 就是为了方便 存起来 很好 嘉玲读得很好 每一个字读音都是对的 那这个意思也很简单 大家应该都能 都知道 都学过了词语 农民们 丰收之后 丰收的意思 是什么 就是秋天 大家的粮食 全部都收起来了 这个就叫 农民的 丰收 农民都会在 天气好的时候 天气好 这里的天气好 是什么意思呢 是阴天 还是晴天啊 肯定是有太阳的晴天 对不对 把粮食 拿出来 晒干水分 晒干 老师刚刚讲过 晒这个动作 我们去晒东西 就是为了要 晒干水分 在太阳下面 晒干水分 这是为了方便 存起来 天气好 这里肯定指的是晴天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了阴天 现在说晴天 这是阴天 阴天就是没有太阳 在吹风或者下雨 这些都叫阴天 那晴天呢 看 这里有个日 日老师刚刚说了 日就是太阳的意思 所以晴天 就是出太阳的天气 晴天也是一种天气 晴天就是出太阳的天气 就是晒 晒我们就讲完了 好 这个词语讲完了 我们来看这一段课文 这第一 这个课文就是我们做的题里面的第一题 大家还记得吗 题已经做 讲完了 这个句子也很简单 我们简单说一下 看 一段时间后 我和妻子又准备去外地打工 心房只能上锁空着 一段时间后 这里面没有不理解的词语或句子吧 一段时间 知道吗 一段 就是一个量词 专门表示时间的量词 一段 它是专门用来修饰时间的 时间 我们要 应该这样说 我们要说时间 就只能用一段来形容量词 量词还记得吗 之前老师也讲过一些 比如什么 一个呀 一套房子的 一套 这些都是量词 一段时间 一段也是量词 就表示 一些时间 一些日子 就比如 4月1号到4月14号 这十几天 也叫一段时间 但这里的一段时间呢 它没有说具体 只表示一些天 但具体是多少天 没有说 我们只知道是一些天 继续看 我和妻子又准备去外地打工 准备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这里的准备的意思是打算 叫plan 准备在这里是这个意思哦 在这句话里面 在其他地方的话 比如说准备好 准备好了 就是get ready 但在这句话里面 应该是plan 去外地打工 新房只能上锁 空着 上锁 就是把门锁上 老师之前说过 就是你把门关上之后 还要扭一下那个 这叫上锁 然后临走那天 父亲从老家赶来送我们 这句话 之前练习期里面也有 临走那天 父亲来送我们 父亲是在我们走的那一天 来送的我们 然后父亲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 就说明父亲是 把我一个人拉到一边 悄悄跟我说的这句话 这句话 是父亲悄悄跟我说的 然后悄悄 拉也是悄悄 说也是悄悄 父亲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 就表示 拉的动作和说的动作 声音都很小 声音小 他说你妈说了 你还是留一串新房的钥匙给我们 钥匙我和你妈什么时候想来了 就来住上几天 顺便给你们晒晒被子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主要 父亲要说的是 把新房的钥匙留一串给他们 给父亲和母亲留一串钥匙 他们什么时候想来了 想来哪里啊 想来的是新房 对不对 这里 他想来的是新房 什么时候想来新房呢 就来住上几天 住几天 然后顺便 就是 就是顺便的意思 他的反义词老师刚刚讲过 是专门 对不对 顺便 这句话里面就是 父亲和母亲来新房住几天 然后 by the way 顺便 给你们晒晒被子 打扫打扫卫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和妻子去外地打工了 我们没有在新房里面住 所以新房是空着的 所以父亲母亲就想来 有的时候来住几天 帮我们打扫打扫卫生 晒晒被子 这就是父亲说的这句话 接下来 父亲说这话时 说这话 这话是哪句话 就是这句话 刚刚讲的这句话 就是这话 轻声细语 还红着脸 像个害羞的孩子 轻声细语 就是 声音很小 语气 语速很慢 他想表达的就是 父亲 说话的时候 声音小 很温柔 还红着脸 红着脸 就是脸红着 脸还红着 也可以这样说 脸红 知道吗 脸红 父亲为什么会脸红呢 说明他 像个害羞的孩子 不好意思 好 看这里 说这话时 还红着脸 像个害羞的孩子 像个 这里 这里用的 也是 修辞 说法 是比喻 是一种 修辞 说法 在写作的时候 用到的 老师刚刚讲了 还有一个 晒照片 那个 照片在晒太阳 这个句子是 你人 他也是一种 修辞 说法 都是一种 修辞 是在写文章 写作文的时候 经常用的 修辞 好 这就是这一段 话 然后 给大家听一下 录音 我们就下课 好不好 听一下 一段时间后 我和妻子 又准备 去外地打工 新房 只能上所空的 临走那天 父亲从老家 赶来送我们 父亲悄悄 把我拉到椅边说 你妈说了 你还是留一串 新房的钥匙 给我们 要是我和你妈 什么时候 想来了 就来住上几天 顺便 给你们 晒晒被子 打扫 打扫 被生 父亲说这话时 轻声细语 还红着脸 像个害羞的孩子 好的 那我们今天 就讲到这里吧 今天就不给大家 留作业了 我们 现在下课 好吗 拜拜 谢谢楼师 再见楼师 谢谢楼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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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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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